天高海阔 张修杰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修杰主持的天高海阔 我们一起来天高海阔讲新闻 我们今天讲新闻还是延续昨天的话题 昨天我们跟大家讲新闻的题目是 国际局势当中的几个热点 那么分别是中印边界南海还有台海 那么因为现在这几个地方的局势都很紧张 昨天我们讲到了中印边界的冲突 其实讲到中印边界的冲突 它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就是西藏 那么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 在中国看来这是中国神圣的领土 但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别 修杰自从在大学念历史系开始到现在 修杰发现很多国家都对西藏地区有十分浓厚的兴趣 那么开始大家都说西藏有很多自然资源 但是我们知道西藏地处高原 那么如果无论是中国来说 还是印度来说 还是其他国家来说 拥有西藏似乎要在这里花费大量的资源 但是这个地方在资源资源上 能够给拥有它的国家有什么好处呢 最起码在目前我没有看出来 因为西藏地处高原交通不变 那么过去中国跟印度打仗的时候 为什么这么快结束呢 因为双方的后勤补给都跟不上 特别是中国 1962年中国的国力还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那么为了西藏发生这么多争端 西藏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了 其实西藏有很多神秘的地方 比如说希特勒的德国 曾经就派出两个考察 对到西藏考察 据说是西藏人跟亚利安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而这个共同的祖先 来自传说中的亚德兰蒂斯这个国家 那么所以希特勒派出了两个考察 对到西藏考察 第一个考察对到西藏考察的时候 听到西藏当地人有个传说 有个洞穴 这个洞穴叫撒姆巴拉 撒姆巴拉洞穴是地球的轴心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地球轴心 转动这个轴心 可以让时光导流 那么1943年 纳粹德国的这个军事局势 已经非常糟糕了 那么当时 希特勒跟希姆莱认为 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地球轴心 把这个轴心往回转 回到1935年的德国 德国的当时的军事实力 跟国力十分强盛的 那么德国 纳粹德国就可以再来一次 处于国力强盛的阶段 就能够打败苏联 打败盟国了 那么最后这个地球轴心 这个撒姆巴拉山洞 有没有找到不知道 因为第二个探险队的这个队长 海因里希哈勒 后来成了达赖拉玛的政治顾问 后来又定居这个列治敦斯登 那么他留下来的秘密材料 据说现在被英国跟美国封存起来了 那么解密期是在2044年 所以到底这两只考察 对在西藏发现了什么 西藏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现在是很多人感兴趣的 那么纳粹德国对西藏有兴趣 还有什么国家对西藏有兴趣呢 我们之前讲过了 那么印度当然对西藏有兴趣 所以现在流亡的藏人 包括这个达赖喇嘛 都长期住在印度 那么英国人当然也对西藏有兴趣 麦克马洪宪就是英国人划定的 纳粹德国对西藏有兴趣之外 还有谁呢 就是美国 为什么说美国人对西藏 也有很浓厚的兴趣呢 我们现在从一般的这个史料 很难看出 美国曾经对西藏很感兴趣 当然现在美国政府的 这个中国的大使 经常说要到西藏去访问去考察 其实更多的主题 好像是在这个什么人权啊 民族政策啊 等等这方面 但是其实美国对西藏也非常感兴趣 那么这个史料是哪里来的呢 这要讲到另外一个故事 1949年国共内战快结束的时候啊 有一支中华民国的陆军的军队 被中共的军队打败了 这支残军啊 就到了缅甸 我想如果来自台湾的 有一定年纪的这个听众 应该知道美斯乐啊 国民党残军啊 这些特有的名词 那么这支很长时间活跃在金三角的 国民党残军啊 是属于国民党第八军 二三七师的部队 国民党第八军的军长是李明 本身也是云南人 那么在1949年内战的时候 第八军的二三七师当中的 709团的团长李伯辉 还有国民党的26军 九十三师 二七八团的副团党 谈中 这两个人啊 不约而同都带了一千多人 从这个云南跑到了缅甸 在金三角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 那么当这个国民党残军 在金三角打败了缅甸的政府军之后 马上不但引起了中华民国 引起了当时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注意 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 所以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啊 就向金三角地区派驻了大量的这个军官 派驻了大量的军事骨干 而美国也对金三角这支残军啊 给予了很多的帮助 特别是在武器方面 在作战方面 当这个金三角的部队跟这个缅军 跟泰军作战的时候 都会有不明国籍的飞机赶过来为他们支援 据说这些为他们支援的飞机啊 都是美军的飞机 而中央情报局也派出了大量的人 渗透到这支国民党残军里面去 中央情报局 美国为什么对这支国民党残军 在金三角地区的残军这么感兴趣呢 表面上看似乎是在这个中共的后方 在金三角地区设立一个反攻的基地 未来为这个蒋介石反攻大陆提供这个另外一个战场的资源 但是啊 事情似乎不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我们刚讲了 当时这个残军的最高指挥官啊 是原来国民党的兵团司令李弥 李弥在这个残军打败了缅甸的国防军之后啊 就被蒋介石派到了这个金三角去指挥这支残军 这支残军 据说人数壮大到最大规模的时候达到了十万兵力 但是李弥在一夜之间突然被蒋介石召回到这个台湾 从此再也没有踏住金三角 蒋介石派了自己的亲信柳元林来指挥剩下的部队 李弥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呢 那么最近修杰看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回路啊 据说是这样的 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啊 在这个金三角国民党残军里面有派住一个工作组 这个工作组呢 除了负责联系美国国防部给这个残军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之外啊 他还会给这个残军提供未来战略方向的这个建议 那么本来李弥所领导的自治部队啊 他最大的功能就是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 但是啊李弥发现这个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工作团队啊 对反攻大陆毫无兴趣 那么这当然不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蒋介石在这个50年代跟这个60年代 曾经极力的想反攻大陆 特别是中国发生文革之后啊 蒋介石觉得机会来了 但是蒋介石为什么没有真正反攻大陆呢 据说就是美国政府不同意 美国政府用种种的方法阻挠了中华民国反攻大陆 所以在这个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 同样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工作团队 似乎对他们反攻大陆的种种计划 一点都不感兴趣 最后啊 这个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团队的最高指挥官 据说是个美军的上校就跟你们摊牌了 说你这个部队我们会给你大力的资源 但是呢 你们的作战目标并不是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 中央情报局的这位高官啊 直接跟你们摊牌 说希望这个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独立 独立成为一个武装力量 那么李明当时就很不明白 我们既然是中华民国的部队 虽然我们现在地处这个金三角 但是我们总有一天要不就反攻大陆 要不就撤回到台湾 为什么我们要独立于中华民国 要成立一个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国家指挥的部队呢 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指挥官告诉李明说 我们美国的目标并不在云南 我们的目标在这里 这个顾问呢 就把手指向了地图当中的西藏地区 原来啊 中央情报局希望这次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 脱离中华民国的军事指挥 转而由中央情报局控制 那么控制他们的主要的这个作战目标 就是要帮助在这个西藏地区流亡出来的藏人 帮助他们要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 美国这么努力的利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 来帮助西藏独立 很明显美国对西藏地区啊 也十分感兴趣 最后李明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这个建议 那么拒绝这个建议之后啊 李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据说这也是中央情报局在蒋介石面前提供了一些有关李明的资料 于是李明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信任 就被调回了台湾 这是当时在金三角的一些国民党残军的将领的回忆录 那么现在这个回忆录里面所描述的是不是事实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从这一段呢 我们可以看出 当时在这个国民党残军里面 协助他们反攻大陆的中央情报局这个团队 确实对西藏是很有兴趣的 那么当然这种对西藏有兴趣 其实也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态度 那么除了美国对西藏感兴趣之外 我们必须要说还有一个亚洲国家 也曾经对西藏很感兴趣 这个国家叫日本 那么日本为什么又跟西藏有关联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上一节我们讲 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对这个西藏地区十分感兴趣 这也是现在中印双方边境武装 对峙有可能发生战争的一个深远的背景 那么西藏地区这么神秘 这么多国家对他感兴趣 除了我们讲的英国 德国 美国之外 其实日本也曾经对西藏非常感兴趣 在二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日本跟德国是轴心国 既然轴心国是一个军事同盟 日本跟德国肯定有一个军事同盟的作战目标 这个作战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德国在北非作战 而日本在占领中国之后 通过云南攻击缅甸 要从缅甸攻击印度 但后来日本进攻中国的云南 进攻中国的四川地区的作战失败之后 日本就发动了这个应免战争 那么日本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达到应免呢 原来日本跟德国有一个联合作战计划 德国在北非作战往南打 日本在应免作战往北打 最终两个国家的军队在中东会师 这样就可以达到了德国跟日本 称霸整个亚洲跟欧洲的这样的战略意图 日本当时在这个应免作战 可以说进展非常顺利 日本把英国的这个应免的联军打得一败涂地 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的远征军 从云南出征到印度缅甸地区 协助英国人美国人作战这个军事行动 所以当时日本本来作战意图 是占领印度之后 继续往北打跟德国会师 并且如果日本一旦占领缅甸或者印度的话 那么日本另外一个作战目标 也会派兵进入西藏地区占领西藏 所以当时无论是德国跟日本 对西藏地区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西藏地区这个神秘的地方 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现在对世人说还是一个谜 那么可能到了2044年 如果美国跟英国真是解密 当时德国两支考察 对到西藏考察的这些相关的资料 或许我们对西藏才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反正西藏是个非常神秘的地区 休解我个人没去过西藏 因为我觉得那个地方氧气这么稀薄 我到那里恐怕不一定受得了 但是很多去过西藏的人 特别是跟当地人有接触的人 他们都在西藏听过很多神奇的传说 所以西藏是个神奇的地方 今天我们看到中印之间在边境的对峙 除了是边界问题之外 其实更深远的我们看到 西藏是一个十分迷人的地方 很多国家都对他感兴趣 那么我们刚讲到这些国家之外 那么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提英国跟俄罗斯 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 说俄罗斯也对西藏感兴趣吗 非常感兴趣 我们知道在二战时期 在中华民国还没有从大陆撤退时期 其实当时苏联人的势力 已经到达了蒙古跟新疆 最后在苏联人的策划之下 外蒙古独立了 其实本来苏联人也希望把新疆 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 只不过他们的战略力求还没有达到 中华民国就败退了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又跟苏联结成了军事同盟 所以斯大林也不好意思在那个时候 再对新疆下手了 所以我们说 外蒙古的独立是在中华民国时期 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陆迅速取得了政权 如果还是继续由中华民国在大陆主导的话 很可能苏联人也会在新疆做很多动作 令到新疆也处于一个半独立状态 有这样一个历史事实 当时当中国跟苏联闹翻的时候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苏联闹翻的时候 有大量的生活在新疆的俄国人 回到了俄国 当中包括了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 我们看俄罗斯人居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民族部队里面担任到少将这样的军官 你可以想象一下苏联人在新疆的渗透 是多么的广泛和深入 那么其实当时英国 我们之前讲过 英国跟当时西藏的阁下政府签署了一个协议 这个协议当中除了麦克马洪线之外 在这个协议当中 英国人特别强调一条 西藏政府不得允许外国 特别是俄罗斯的势力进入西藏 所以我们从这个条款里面 我们可见俄罗斯对西藏是多么的感兴趣 而英国又是多么怕俄罗斯的势力能够进入西藏 因为毕竟西藏跟新疆地区是相连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环球政治格局的热点 中印边境 除了中印之间有边境的争执之外 而更重要的是西藏是很多国家都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注定了就不会平静 那么我们看完印度跟中国之间的对立 我们说印度跟中国到底会不会打起来呢 修基我个人认为 打起来的机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们昨天讲过了 中印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既有这个历史的因素 也有现实的因素 也有战略考量的因素 但是现在如果中印一旦真正开打战争的话 那么这个战争首先只能是局部性的 不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战争 问题是这个战争一开打 无论是印度跟中国都面临一个难题 打完之后怎么办 比如说打完之后 双方还继续军事对峙 武装对峙 双方还保持着高度的战争的风险 如果出现这种结局 这是印度最不响的 为什么呢 如果双方还是继续军事对峙的话 我们简单的设想一下 比如说有几百颗导弹 对着印度的国土 对着印度的中心的城市 对着印度的经济核心区 那么还有哪个国家愿意到印度去投资呢 所以印度既要在这个中印边界冲突当中 占上风 让自己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热点 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是印度又不想 没有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 来让自己发展经济 所以一旦开打 我想印度考虑的最多的就是 如何打完之后 令到中印边境平静下来 令到中国没有军事力量 威胁印度的国防安全 我想印度很难达到这个完美的结局 这是印度不敢跟中国开战的一个考虑的因素 那么如果中印边界有机会开战 但是印度跟中国都有顾虑 所以开战的风险还不是那么高的话 那么可能有人认为 南海发生战争的风险是很高的 最近有很多媒体都做出这样的推测 他们的理由是这样的 因为南海中国建立了很多有军事设施的岛礁 这些岛礁威胁到周边国家 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 那么所以美国为了解除中国 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威胁 很可能在南海要跟中国打一仗 那么再有就是最近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军事力量 都在南海有频繁的活动 甚至发生了两军舰船的武装对峙 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 在去年中国的军舰 甚至故意的试图冲撞美国的军舰 那么所以在这个地区 很可能会擦枪走火 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修杰并不同意这种观点 修杰认为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热点当中 南海是最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表面上看中国在南海地区 跟很多国家都有矛盾 特别现在东盟正在召开这个峰会 那么在昨天结束的这个外长会议上 我们看到美中两国 在这个东盟的这个外长会议上 可以说针锋相对 蓬佩奥在这个会议上 公开号召东盟各国要团结起来 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 那么中国也在这个东盟的峰会上 指责美国在这个地区 制造这个紧张气氛 这是我们在国际会议上 很少见到这样的情景 就是有一个多边的同盟召开一个会议 本来这个会议的主轴 应该是大家怎么合作 但是在这个同盟之外的两个大国 又利用这个作为平台来互相攻击 那么东盟将会站在 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上呢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讲的是 国际局势当中的三个热点 第二个热点就是南海 很多人都认为 南海近期很可能会 爆发一场局部的战争 休息人认为 南海是最不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地方 为什么呢 我们刚讲了 现在东盟正在召开这个峰会 那么在这个外长的会议上 中国的外长王毅 跟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针锋相对 蓬佩奥号召东盟国家团结起来 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 那么东盟这些国家 会把他们的外交立场 站在美国的一边 还是站在中国的一边呢 其实大部分东盟国家都处于两难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东盟这个多边组织 它是一个经济同盟 它不是一个军事同盟 换句话来说 一旦东盟有任何一个国家 受到某一个国家的军事侵略的话 或者爆发战争的话 东盟其他国家是不可能 卷入这场战争的 东盟加起来 其实人口一点都不比中国少 光是一个印尼就有八亿人口 并且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 那么东盟的人口 比中国一点都不少 但是东盟的军事实力 跟中国确实有太大的差距 包括虽然印尼最近购买了 很多先进武器 连美国的F35最新的战机 印尼也采购了 但是从单独国家的作战力量来说 没有任何一个东盟国家 可以跟中国抗衡 所以这次东盟过去 对中国态度比较友善 或者说比较软弱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好了 现在美国号召东盟国家 团结起来对抗中国 首先团结起来 谁付出的多一点 谁付出的少一点 我想这是东盟各国之间 心中要打算盘的 那么再有就是 东盟有些国家经济上 跟中国联系密切一点 有些国家跟中国的联系 没这么密切 甚至是中国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越南 我们刚讲了 印度试图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的工厂 但是越南跟印度的目标 也是一样的 最起码在一定程度上 越南想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的工厂 而确实现在 有很多在中国投资的外商 渐渐把他们的厂 都搬到了越南 越南过去跟中国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恩怨 越南这个国家很奇怪 它在历史上 曾经是中国的一个行省 那么独立之后 越南最防备的就是中国 越南认为 对它最大军事威胁 也是中国 包括在越南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国家 跟中国形成了军事同盟 一起来对抗美国 在越战当中一起来跟美军作战 那个时期 其实越南的内部也经常讲 我们除了要抵抗来自美国的军事威胁之外 我们还要防备来自我们北方的军事威胁 什么叫来自我们北方的军事威胁 指的就是中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1979年中越会爆发一场边境战争的原因 当时中越爆发边境战争的时候 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想不明白 这个过去的同志家兄弟 为什么突然会跟我们打仗呢 其实越南人的眼里面 中国一向就是他们最大的军事威胁 所以在1979年之后 中越之间保持了边界战争状态好多年 那么最终两国经过努力 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也重新堪分了边界 这个堪分的边界 因为是双方的密约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 在这个堪分边界当中 中国向越南出让了多少领土 但是中国肯定在这个越战之后 把自己占领的领土全部退了出来 这是肯定的 其实在这个越战时期 中国为了支援越共对美军的战争 也把自己的一个岛 扶水洲岛 也有人叫它白龙围岛 送给了这个越南 虽然说两国关系正常化了 但是在现在国际局势之下 越南跟美国越走越近了 本来越南跟美国是两个敌对的国家 那么美国在越战 付出了大量的人命伤亡 这两个国家 在很长一段时期 以来都是对立的 但是现在越南跟美国的外交关系 有了非常大的变化 而越南本身也进行了民主改革 据说越南将会在明年开始 要在全越南实行民主选举 换句话来说 越南从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 慢慢转向了 跟西方更加监进的民主选举的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对越南的投资也就加大了 如果美国跟越南的关系越走越近 两个国家会不会形成一个军事同盟 或者一个半军事同盟呢 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如果美国一旦在东盟的内部 突破了一个国家 可以跟自己结成同盟的话 那么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力量 将会得到大大的加强 其实本来美国在东盟内部 有一个比较可信的盟国 这个国家叫菲律宾 但是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 上台之后啊 这个行动怪异的总统不但把菲律宾国内搞得乱七八糟 乌烟瘴气 那么菲律宾跟美国的这个同盟关系啊 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所以现在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尔特 经常发表一些敌对美国的这个言论 那么所以美国跟菲律宾的关系 从过去的盟国关系 那也开始慢慢疏远了 但是无论再怎么疏远 美国在菲律宾还是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那么接下来越南的金兰湾 会不会再次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呢 如果金兰湾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话 那么恐怕在南海 美国的军事力量啊 将会得到非常大的加强 所以为什么说在南海 中国跟美国不可能发生战争呢 其实我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啊 就是在南海地区 中美两国的军事力量对比 中国可以说完全没有优势可言 那么可能有听众问 那么南海不是有很多岛礁 中国建立了军事设施吗 没错 但是我们知道啊 中国在南海这些岛礁上 所建立的军事设施 大部分是机场啊 雷达啊 这些用于防卫的军事设施 这些岛礁上啊 并没有什么有攻击性的武器 那么当然最近据说 有歼15的飞机在某些岛礁停泊 那么也可能在这些岛礁上啊 会配备一些导弹 但是我们知道 从导弹的数量跟质量来说 美国跟中国还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 美国在先进程度上 在拥有的数量上 相对中国有比较大的优势 比如说最近那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伍华德写了一本书 伍华德就是揭露水门事件那位老记者 最近我们知道他写了一本书 那么把川普的一些秘密啊 公诸于众 包括对新冠肺炎的认识啊 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在伍华德这本书里面 有这样一个细节 川普告诉他说啊 美国有十分神秘的先进武器 俄罗斯跟中国都不知道 川普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 还是吓唬吓唬中国呢 修杰我个人认为啊 很大可能性是真的 我们举个例子 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啊 伊拉克出兵占领了科威特 所以爆发了第一次海湾战争 在美国进攻伊拉克的时候啊 当时修杰还是在当记者 并且我是军事记者 所以我对这个当时的战争的发展 很有兴趣 那么当时战争还没开打的时候啊 各国都在看美军 如何派出自己的军队 怎么样在科威特登陆 怎么样跟这个伊拉克的陆军作战 而最后战争的形式啊 让大家目瞪口呆 那时候大家才第一次知道 什么叫战斧式巡航导弹 什么叫精准打击 所以我们从海湾战争 可以看到美军在现代化的条件下 一旦发动战争啊 有很多大家连听都没听说过的 先进武器会拿出来 那么今天川普告诉这个 伍瓜德说美国有先进的武器 中国跟俄罗斯都不知道 这就不奇怪了 其实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军事大国 他可以说每天都在研发新的武器 那么在南海的这个军事力量 对比上啊 我们可以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 经常在这代活动 有人说中国也有两艘航母啊 并且第三艘也在建造啊 但是中国这两艘航母啊 跟美国在南海活动的航母 可以说不在一个等量级上 首先美国在南海活动的航母 是核动力级的 它可以在海面上寻艺的时间非常久 而中国的航母呢 都用的是传统的燃料 传统的动力 那么所以它在一定时间之内 必须要回到母港去补给 我们知道如果从青岛的母港 到这个南海去作战 这个距离是非常远的 而中国在海南岛 或者在南中国的一些军事基地的飞机 如果要想在南海作战的话 恐怕边长莫及 虽然现在在西沙也好 在南沙也好 有些岛礁上已经有了这个军用机场 可以提供飞机起降 但是我们哪怕说这些机场上有军用飞机 但是中国的军机在实际作战当中 跟美国的军机相比 有太大的技术上的落差 比如说我们说的美军线最先进的F-35 F-35这种逆中战机 在以色列用语攻击伊朗的核设施这一点上 已经向世人证明了 它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可怕的地步 它不是现在中国军队任何一款军机 可以跟它对垒的 所以在军事上 中国跟美国在南海地区相比 可以说没有任何军事优势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跟大家讲新闻 好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新闻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还是 国际局势之下三个比较大的热点 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热点 我们上节讲到南海 修杰我个人认为南海是最不可能发生 中美军事冲突的地方 因为在这个地区 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对比 确实相差太远了 中国无论是从航母 还是到它的先进的战机 要想在这个地区作战距离太远 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力量 本来就已经十分雄厚了 现在再加上美国联合了日本 跟澳大利亚 还有印度等等这些国家的军队 如果在这里集结的话 那么中国从军事力量对比 更加没有优势 所以修杰我认为 中国是不会选择在这个地区 跟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 那么除非美军主动发动攻击 那么如果这个地区 是最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 最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地区在哪里呢 修杰还是强调 就是在台海 因为台海地区 目前也处在一个军事对峙的状态 大家还记得前不久 当这个捷克的议长访问台湾的时候 中国的军机在这个捷克的议长 所乘坐的飞机快到达台湾的时候 越过了台海的中线 那么并且最近中国的军机 越过台海中线 中华民国的军队 也用火控雷达锁定了中国的军机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 这个对方的军机 被几方的火控雷达锁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离战争 只有一步之遥 那么现在既然两岸产生了这个军事对峙 为什么说这个地区 是最容易发生军事冲突的 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越来越密切 这个密切的背后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美国逐步在外交领域 在经济领域 在这个军事领域 都跟台湾密切合作 把台湾看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么这是中国大陆 最不能容忍的一条红线 如果美国这个做法 令到台湾岛内的这个台独的力量 得以加强 那么令到台独的声音 在岛内越来越大的话 那么这必定会触碰到中国的红线 怎么样阻止台湾独立呢 恐怕战争的手法 武统是一个选择 所以就是最近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有很多武统的声音 那么在台湾岛内 前总统马英九也说 如果中国发动对台湾的武统的话 首战即中战 那么这种言论呢 无疑让很多主张武统的人 觉得武统台湾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把握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 因为美国现在不断的向台湾 出售先进的武器 也令到中国大陆内部啊 有些并不主张武统的人 现在也开始考虑这个选项了 为什么呢 如果美国不断的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 这些先进武器在这个技术上 在数量上已经达到了 诸以跟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 抗衡的这个地步的话 那么中国到那个时候 想采取武统的措施来统一台湾啊 恐怕就错过时机了 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向台湾 出售了先进的F-16V战机 这个F-16V战机啊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不就是F-16V吗 跟这个F-22跟F-35相比啊 它的这个技术含量 还是有落差的 但是啊我们知道这个F-16V真正的作用 它是未来可以配合F-35战机作战的 就是F-35战机跟F-16V配合作战的话 它的这个作战能力 作战半径将会得到大大的加强 并且这种加强啊 是已经超越了现在中国大陆空军 所拥有的先进战机的这个水平 那么如果台湾的F-16V跟F-35配合作战的话 是跟谁配合作战呢 答案是日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知道中国跟日本啊也有很深的矛盾 不要说抗日战争 大家所积存下来的这种恩怨 即使现在关于钓鱼岛的问题 现在日本明显态度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知道钓鱼岛是中日双方有领土争议的地方 过去钓鱼岛围绕钓鱼岛发生了很多很多新闻 日本过去的态度啊 都是尽量的稀释宁人 所以在前几年 中国的海警船才不断的出现在钓鱼岛的周围 而日本防卫厅的海上自卫队啊 也只敢在这里跟中国的这个舰船对峙 并没有态度太强硬的驱赶 但是现在日本的态度改变了 比如说日本的防卫像河野太郎啊 最近就公开说 他说我担任外务大臣的时候 没有称中国为威胁 仅仅把中国称之为重大的担忧 但是现在我作为防卫大臣 我必须把中国称之为威胁 河野太郎明确说 日本值得为钓鱼岛跟中国一战 那么并且啊河野太郎也特别强调了 美国愿意协助日本在钓鱼岛进行防卫 并且如果钓鱼岛一旦发生战争的话 美国会加入保卫钓鱼岛战争 讲到这个共同协防啊 这里边又有个更加敏感的话题 就是美国会不会跟台湾共同协防 刚才我们讲了台湾的军事力量不断加强 令到中国大陆内部很多人认为 不要失去武统的机会 所以现在随着美日的关系不断的加强 美台关系不断的加强 如果未来美日台三方 把钓鱼岛的协防问题 跟台湾的协防问题 把它看成一个整体 那么一定会令到这个地区的军事对峙 不断的风险升高 那么我们知道啊 当台海两岸的军事对峙风险升高的时候 我们经常都讲到一个词插枪走火 插枪走火啊 今天再也不是指的某一个士兵 手上扣动了板机枪一响 引致双方的发生战争 今天我们知道所谓的插枪走火 指的是在某种形象导弹这个层面 会不会某一个士兵或者某一个军官 因为一时的冲动 按下了这个导弹的按钮 大家还记得台湾曾经有士兵 因为按错按钮误发了雄风导弹吗 如果这种误发雄风导弹的事件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还是在台湾的军队内部出现疑似的话 那么恐怕两岸之间的这个战争就正式开打了 所以现在插枪走火在两岸的风险十分高 我们知道在台湾岛内也有不同的政治力量 有些认为两岸要和平 但是有些政治力量认为 既然美台关系在不断的升温 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增加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呢 这个增加能见度 同时也刺激了中国大陆更多的人考虑武统 所以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之下 其实秀介哥人认为台海才是今后最有可能爆发武装冲突的地区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跟大家